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来才能讲两句 来了就不能讲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的先生脑子很活 但是很多话他不愿意讲给你听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肚子里很会做功夫 明白了吗 这个你都应该知道了 而且桃花应有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自己要学会 如果你还爱他的话 你就必须忍耐 明白吗 明白 然后我们就是学佛人 就要念解节奏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 和我先生某某某 能够化解这个恶缘 然后念念念到后来 慢慢两个人 可能恶缘没了 就善缘好起来 还有一种念经的可能 就是你们两个人 已经没有善缘了 只有恶缘 恶缘念完了 两个人就慢慢就自然的 不会伤感情的 就这么撤了 就是这两种可能性都会有 你自己一定要记住了 明白吧 因为你过去 我看你这个图腾 过去这个猴特别活跃 很天真 很开心的 现在完全这个猴变了 这猴现在像那个老猴一样 听得懂吗 对 我就是这样 所以你自己要学会 调节心态 调节心理 因为人生实际上很多 不是欠债就是还债的 好好念经 求菩萨保佑 一切都会化吉祥的嘛 所以你不要太难过了 因为你多想也想不出来的嘛 好好的念经 能够转化他的感情 明白了吗 是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怎么选择是放弃还是 你随缘啊 你要记住要随缘 听得懂吗 你随缘是什么意思 听得懂吗 就是说你随他变 你不变 因为你不是想马上去找男人 所以你就无所谓 对不对啊 他愿意跟你好 你感恩他 他不愿意跟你好 你自己很清静 你这样的话 先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然后不停地念心经 念到后来 他如果跟你慢慢地想开了 他会回来对你好 如果他想不开 自然而然的 时间长了就随缘了 明白了吗 好的师父 因为你不要来不及地去找 因为你找的话 会你的先生脾气很不好 我刚刚看他的 你别看他 他到时候 你要是真的外面有的话 他会动很不好的念头出来的 好的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虽然对你不爱 但是他没有不care你 他还是care你的 听得懂吗 嗯 care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也不知道你哪来的 我是国内过来的 然后 然后呢 我现在有 就是工作上 师父能帮我看一下 我是应该还跟我先生在一个城市 还是有 有两个上海的工作机会 和一个天津的工作机会 我应该选择那个 我就想问你一句 如果你要是离开他 不跟他一起工作的话 那么基本上 你们这段缘分慢慢就会断了 嗯 你就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所以我就说 还是选择在于你自己 你现在我看他跟你两个人的缘分 基本上他是比较被动的 就是说他不是对你太有热情 明白吗 嗯 你还想留他 你还想跟他好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你这个热情 但是并不代表你能得到他的回报 所以你自己要选弃 想清楚 如果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肯定的你跟他就拜拜了 嗯 如果没孩子的话 那么你们就随缘 如果有 如果有孩子的话 我劝你还是冷静一点 明白了吗 好的 因为有时候要做些牺牲的 明白了吗 给他点时间 给他点机会 想开一点 人生有什么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了 哪有天天都好的 对不对 对 想开一点 讲讲看 他现在不好 那你过去 也有很多男朋友的呀 台长刚刚看到的呀 对 对不对 所以你想一想吧 就什么都放下了 就是说如果你实在觉得难受 憋不住的话 可以选择一个地方去 我现在我看你 如果现在目前这种图腾的情况 实际上你跟他的缘分 并不是很深 我只能讲到这里 因为我们学佛人 不能劝人家理的 只能劝人家好 但是我讲话 你听得懂就好 我听得懂的 好吧 师傅我想问一下 我身上会有灵性吗 有 念36章 36章 好吧 好的 你没有灵性 你不会这么忧郁的 对不对呀 你自己听台长的话 开心一点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 真的人生 真的来的时候 一个小床走 都是一个小盒子 什么都带不走 有什么意思了 全部都是个过程 对不对呀 你现在也不是个过程啊 你如果跟他不好 五年之后 你就忘记了 你现在跟他好了 可能五年之后 他离开你了 也会忘记 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个过程 明白了吗 好的 感恩师傅 想开一点 不要太难 男人们这个毛病也是 明白了 好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还有啊 我提醒你一句啊 小丫头啊 不要喝酒啊 好 听得懂吗 好 不喝酒 听我话 否则你会糊涂的 好的 因为做出很多激动的事情 因为不能冲动 冲动是磨 好 明白吗 一个人不能冲动 要稳重 要稳住自己 听台长话 多念心经 好吧 好 谢谢师傅 好了 师傅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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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